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北议员黄淑君号召集结黑熊学院学生 到立院场外进行抗议 他们认为蓝白立委违反了程序正义 应该立刻停止院会实施审查 整个抗议行动大约从昨天晚间的9点半开始 大约200到300名学生几度情绪激动 呼喊口号表达诉求并拒出首排抗议 希望立法院停止实施审查 由于过去曾经发生318学院 学生冲撞立法院并且占领 让警方不敢大意 除了分局的警力 特勤小组也在现场戒备 以防发生无外